独眼巨人 是西方神话中的知名反派角色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 我国考古学家却用在宁夏贺兰山 发现的一组壁画向世界宣告 独眼巨人的祖籍在中国 为什么我国的考古学家如此有底气呢 因为贺兰山的壁画 佐证了山海经中对于一幕国的记载 使其成为了可信的资料 那么独眼人是怎么回事呢 贺兰山壁画又发现了什么呢 贺兰山对我国各个民族来说 都可谓是神山 原因无他 这座山远远望去 气势姿态胜死一匹骏马 而贺兰山又多位游牧民族的据点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 骏马意味着什么 自不必提 而上午的汉人骑兵军队 在攻破戎敌之后 也会视贺兰山为一个巨大的胜利点 卢岳飞就曾经豪言壮语过 驾长驹踏破贺兰山阙 所以说 不会有哪个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会对贺兰山没有兴趣的 而在贺兰山里 一种壁画的造型 引起了科考专家们的兴趣 因为这些壁画虽然能看得出来画的是人 但是人的脑袋上却没有五官 只有一个点 专家们面面相许 有点搞不明白 这个古怪的造型意味着什么 但是有几个比较熟悉山海经的教授 立即就反映过来 这应该就是一幕人吧 毕竟这些壁画的形象 很符合山海经大荒北经中 有人一幕当中面生的记载 而大荒北经中 将一幕国也成为鬼国 这个鬼国后来被学者们考证 应该就是在西北这一块 这个地理位置 也和宁夏的贺兰山对上了 鉴于山海经的成熟年份 和在贺兰山地区发现的物证 我们实在不好 对山海经中的记载有什么怀疑了 哪怕独眼人确实不存在 但这件事也早已证明 在西北地区的确有独眼人的传说和故事 那么西方的独眼巨人故事 又和中国的一幕人有何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就来比较一下故事性 西方著名文学 河马史诗的奥德赛一部中 奥德修斯率领水手返回故乡 误中了牧羊的独眼巨人 玻璃飞沫的领地 独眼巨人吃掉了六名水手 把奥德修斯等其他人留了下来 准备细水长流 然而奥德修斯不甘心止步于此 于是他就用葡萄酒将独眼巨人灌醉 然后叫上随从 用燃烧的橄榄树棍 刺下了独眼巨人的唯一只眼睛 独眼巨人自然是痛苦万分 奥德修斯趁机自保家门 说这件事就是我干的 我的名字叫无人 独眼巨人玻璃飞沫的朋友 闻讯跑了过来 询问玻璃飞沫这是谁把他害成这样 瞎眼巨人悲痛高呼 朋友们 无人用阴谋 不是用暴力在杀害我嘞 玻璃飞沫的朋友一听这话 哦 无人哪 那您这就是造了天前了 赶紧反省反省自己 这几天有没有做过亏心事吧 就一哄而散了 不得不说 这个桥段很有马三利先生的相声 逗你玩的感觉 玻璃飞沫虽然看不见了 但是羊还是得放 可是他担心奥德修斯等人 骑着羊跑出去 于是他在放羊的时候堵住家门 只让出来一条能让羊过去的小洞 还用手仔细抚摸羊背 奥德修斯则果断抱住了羊肚子 带领随从逃出生天 这就是奥德赛中 独眼巨人的经典段落 可谓是快智人口 不过民族专家们 在走访探查了周边国家之后 意外地发现 像这种独眼巨人的故事 在整个欧亚大陆 其实都很常见 而情节最为完整流畅的 当属是我国哈萨克族的传说 阿勒克·密尔干 阿勒克是一个勇敢 机智善良 本领高强的神射手和猎人 这一天 他外出打猎 遇到了铜爪女妖 阿勒克随即追杀了上去 一直追到了自开天匹地后 就只有豺狼虎豹出没的 崇山峻岭间 最终 阿勒克成功斩杀了铜爪女妖 却在返回的时候 被独眼巨人挡住了去路 他被独眼巨人 赶进了羊群居住的岩穴 这岩穴在断崖绝壁上 有巨大的板石堵着门口 阿勒克不甘心死在这里 于是趁独眼巨人酒醉之际 用烧红的铁条 戳下了巨人那唯一的眼睛 自己躲进羊群里 一直挨到天明 为了抓住阿勒克 完全成了瞎子的巨人 用庞大的身躯堵住洞口 挨个摸着羊 让他们一支支的 从自己的胯下走到洞外去 阿勒克悄悄地宰杀了一只羊 包下羊皮 把自己裹在里面 混出了山洞 独眼巨人发现后追杀出来 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 阿勒克终于杀死了巨人 还救出了被独眼巨人 抓来保护的人们 又把岩穴里的羊 分给了大家 从这个故事中 恐怕不少人就能看出点问题了 奥德赛和阿勒克里的这两位巨人 虽然一个身处希腊 一个身处中亚 但是兴趣爱好倒是非常的一致 那就是都喜欢放羊 而且喜欢放羊不说 酒量也都不太行 一喝就倒 而两位主角 虽然也是身格万里 却同样像是交流过了经验似的 虽然戳瞎独目巨人 仅有的那一只眼睛 确实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制胜手段 可是这两位戳人的手法 是哪个师傅教的 怎么都用过了火的武器去行刺呢 而且二人逃出升天的手段 也不多说了 虽然手法不一样 但也算是差不多 个人怀疑 奥德修斯不用阿勒克的手法 是因为他也要把随从带走 宰羊的话动静太大 耗时太长 如果他孤身一人 那没准也会像阿勒克一样脱身 当然 对此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抗议 要知道 河马史诗可是公元前的作品 而哈萨克族的英雄史诗 是公元六到八世纪形成的 这两个之间的辈分 怎么看都不太对劲吧 但是有一说一 奥德赛巨人神话东来说 是德国学者提出的 他们在中亚 叶尼赛河流域附近 发现了独眼巨人的 识笔言话 而突厥语民族 则曾长期活动于 叶尼赛河流域一带 考虑到类似的 独眼巨人传说 在中亚 中东 北亚等地区 都是广为流传 所以他们猜测 这应该就是 突厥民族的神话 但是突厥民族的历史 和希腊比 哪个更长 这在西方学界 仍然是一个 打口水仗的东西 然而 中国在赫兰山 发现的这个 山海经中 一目人的壁画 则基本算是 终结了这个讨论 毕竟 山海经里 一目国的称号 鬼国 是一个十足的 商朝风格的名字 而商朝的时间 横竖都要比 河马史诗的 成书时间要早了 所以说 独目人来自中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 一目人被大家公认的弱点 就是他的那只毒眼 而这个理论 也是中国人先提出的 中国古代 有一个巨人 叫做防风氏 此人身材有三丈三尺高 是个十足的巨人 后来 鲁埃公拆快机城 挖出了一截巨大的骨头 这一截骨头 就装满了一辆大车 鲁埃公就找孔子 请他鉴定一下 这是什么人的骨头 孔子就表示 这应该是防风氏的 当然 从后视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认为 这是鲸鱼 或者恐龙的化石 而防风氏 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 龙手牛耳 连一眉一目 龙手牛耳 我们就不解释了 重点就是这个 连一眉一目 只有一根眉毛 一只眼睛 这不就是毒眼巨人吗 而既然防风氏是这个样子 他的后代自不必说 《春秋古梁传》 记载他的后代是 长笛也 弟兄三人 一荡中国 瓦石不能害 可谓是铜墙铁壁 那他们是怎么死的呢 书孙德臣 最善舍者也 舍其目 深恒九母 断其手而载之 没见于事 深恒九母之类的记载 就不多解释了 只能说 他们实在配得上 巨人的称呼 但是如此庞大 以至于 瓦石不能害的身躯 最终还是抵挡不住 书孙德臣 舍其目的打击 从此可见 面对毒眼巨人 打击他们的眼睛 这一办法 最早也是由中国人提出的 所以 在种种证据之下 我们完全可以 非常自豪地宣称 西方独眼巨人传说的起源 正是来自于中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